这绝对是我看过最吓人的微笑 一旦被附身 就会变成一只视觉的怪物 友情提示 有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请谨慎观看 故事开始 男人正在树林里打猎 就在他收获满满准备往回走时 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声响 男人警惕地拿起猎枪 透过夜视仪 他看到了一个白色的黑影 男人赶紧举起手电照明 可前方什么都没有 就在男人疑惑之时 一只气嫩的小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很快被附身后的猎人 走进了一家旅店 根据气味男人来到了二楼 看到突然出现了男人 女人被吓得不知所措 第二天警方接到报案来到了现场 但诡异的是 作为凶手男人间被吸干了所有血液 变成了一具干尸 而女人却消失不见了 到了第三天 女人的尸体被警方找到 看样子应该跟男人的死法一样 当然警察怎么都想不到的是 凶手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只比人还有鬼的眼睛 在一个星红之月的夜晚 男人手持舍利和默念咒语